提起阿里山大家都会想到 沿着山路奔驰的小火车 但是您知道吗 小火车行经的这一路上 正是台湾最为丰富的森林样貌 因为随着海拔高低变化的物种相当多 甚至有冰河时期就存在的活化史 我们的镜头也带您一探究竟 事实上这个塔山是我们州族的这个圣山 我们主林这个基础的地方 这个大塔山是属于山林的基础 小塔山是二林的基础 邹竹人心目中的圣山大塔山 居高林下更显得阿里山山市高低起伏有致 由于垂直高度的差异变化 使得阿里山山脉拥有从热带到温带的植物生态 因此丰富而多样的植物林象 以及茂密的森林也构成了阿里山的一大特色 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 甚至还隐藏着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活化石 在我们之后这棵大石头二三十人抱的大石头上面 它长着一棵树 那这棵树它的树根呢 跟这个石头紧紧纠结在一起 那我们在当地我们这边就叫它树石芒 那上面这棵树叫台湾营业 台湾营业它也叫昆南树 那它的果实有点像车轮状 所以也称它是山车 那台湾营业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植物 甚至可以说是冰核时期的绝与植物 所谓冰核绝与植物就是 就是因为冰核起的关系 经过冰核起以后 它的后代大部分都灭绝了 只剩下少数后再留下来 那像这个檜木这一树的 现在全世界大概有七个分类群 那我们台湾就有两个 而且这两个就是台湾的特有种 阿里山的地质特性 正好孕育块木成长的空间 每当山区涌崩塌地出现 就是块木的最佳生长契机 土地历经了数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来 周而复时的不断变动 让阿里山的块木 总是能够伺机发展 留下保经千年岁月 洗礼的高大居目 阿里山区森林铁道的路线 主要也围绕阿里山山脉 几个块木的集中区 当时他们砍花块木 就随着铁路的进展去砍花 所以他们铁路开到二万坪 就从二万坪一直砍上来 砍到什么 砍到神木 神木再继续往上砍 砍到什么 地势分道 再砍到什么 招屏车站 从招屏车站这边 再分出两个分支 往南的分支 就所谓水三线 到达至中 这座在热带地区成长的山脉 伴随着冰河时期植物的销掌 阿里山的植物 在垂直分布的气候带 各展风采 也丰富了台湾岛的自然生态